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升机好像出了些问题 哦 我想我应该开车去 在哪 在哪 病人在哪里 哪里 医生 这里 我们在这里 呃 场景录医生看起来好像有些为难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病人是一只电吹风 为什么 因为你们电器出故障 应该先打保修电话 我是小电吹风佩帮 这是我的弟弟乔巴 我们没有把鼻和马尼 小电吹风佩帮 吹牛皮 嘿 压力山大 你在做什么呢 你好啊 佩巴 我正在给我自己打气呢 这好像很有趣 可是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打气呢 我想飞到天上去 去呀去放羊 给我醒来的羊儿吃上几朵 我想飞到天上去 去呀去放羊 给我醒来的羊儿吃上几朵 我面发烫 我先站在海面上 到一个大月亮 跨在屋顶 聊羊毛凉堂堂 我想人心 我求人心 我想倔强 我也能倔强 看你以为谁能把我怎么样 我想不彷徨 就不彷徨 我想不迷惘 就不迷惘 我要什么比这人更捧场 原来你想上天啊 我想我可以帮到你 因为我很擅长这个 那太好了 你快帮帮我吧 好的 看我的 我是小剑橱跟佩芭 这是我的弟弟乔芭 我们没有把敌和玛尼 小剑橱跟佩芭 吹头发 嘿 小拖把托泥 你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 佩芭 刚刚下了一场大雨 把我的新发型打湿了 我很难过 没关系 我想我可以帮你吹干 因为我很擅长做这个 太好了 那请你帮帮我吧 现在不行 我需要电源才可以吹风 不然平衡区里的人会说我没有通电 没事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通上电 什么办法 你只需要拿一根能导电的东西 举向天空 就能引来雷电 就像这样 手机前的小朋友不要模仿哦 不然 我是小店吹发 佩芭 这是我的弟弟 乔芭 我们没有马比和马咪 小店吹风 佩芭 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佩芭带着乔芭到花园里吹泡泡 首先先拿罐子在泡泡水里搅一搅 接着要三档的风吹出去 宝宝 乔芭 现在赶紧吹了 先把罐子在里面搅一搅 拿起来吹一口气 噢 糟糕 乔芭 乔芭好像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档位 糊涂的乔芭 这样不断 不能用一档的方 应该用三档的方 没错 就是这样 你会成功的 我是小店吹三桥巴 我有个姐姐叫佩芭 可是 她被抓走了 我们没有把笔跟马咪 小店吹风 乔芭 艾莎姐姐 噢 哥哥哥 不好了 我姐姐 你被毛警长抓走了 哦 可怜的乔芭 黑毛警长为什么要抓走佩芭呢 她说 我姐姐 就点养养龙杀 嗯 这只是她的借口 这几天 动物村的人用各种理由 在我们村带过了很多电器 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呢 我们不是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超能力吗 他们动物村的人 亏计这个能力很久了 什么超能力 我怎么会知道 这个能力 你为我呀 就是不用充电 也可以建常使用的超能力呀 是的 因为这种超能力 他们抓走了很多我们的同传 想把他们改造成无限能量的超级精细 天呐 他们分了吗 他们真正想要干嘛 艾莎姐姐 好可可可 不好了 我姐姐被黑毛警长抓走了 哦 可怜的乔巴 黑毛警长为什么要抓走佩巴呢 他说 我姐姐就点养龙杀案 哼 这只是她的借口 这几天 动物村的人用各种理由 到我们村带过了很多电器 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呢 我们不是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超能力吗 他们动物村的人 亏计这个能力很久了 什么超能力 我怎么会知道 这个能力 你也有呀 就是不用充电 也可以正常使用的超能力呀 是的 因为这种超能力 他们抓走了很多我们的同伴 想把他们改造成无限能量的超级兵器 天哪 他们疯了吗 他们究竟想要干嘛 他们没疯 他们只是野心膨胀了 想要统治整片杀起马大陆 那该怎么办 我姐姐是不是有危险 是啊浩克 你快想想办法吧 没事 我有办法 不过现在我们先把电器村的村民召集起来吧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天是9月4日 农历7月17 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年8月13号 动物村外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引发了很多粉丝的观众 笑变吹风黑暗 因为涉嫌故意伤害 被黑毛警长刑事拘留 但是 令人意外的是 9月4号下午 受害者亚历山大竟然起起班底出现在了动物村 当时 我就迷迷糊糊 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叫回收站的地方 然后拍了一条广告后就醒过来了 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目前 受害人亚历山大虽然记忆模糊 但并无生命危险 已向警方撤案 另外 关于小拨把扑米被集案 经警方证实 与嫌疑人退发没有关系 因此 小电吹风退发已于今日不最释放 另外插过一条简讯 8月28日下午 电器村的通调外籍号谋 聚集不明真相的群众 对小电吹风退发一案 战谱谣言 称警方抓捕多名电器村村民 欲将其改造成超级兵器 将要统治世界等故事言论 8月29日下午 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号谋 号谋会去自己编造调点的违法行为 重任不备 我承认我有造谣的成分 但我本来是想搞个大事件的 可是作者编不下去了 目前 号谋已被警 我是小电吹风 佩巴 这是我的弟弟 乔巴 我们没有打鼻和马咪 小电吹风 佩巴 好了 下一个 你好 我是亚历山大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满意军的回收站 每个剧情杀千的角色 都会被安置到这里 我是小助理希瑞 那我以后都没有剧情了吗 是的 据本理说 你已经爆炸了 具体的杀千的原因是笨死的 佩希瑞 我不想进回收站 能给我加点剧情吗 我什么都能拍的 真的吗 各部门准备 别看我啊 看镜头 手机拿起来 对 赛局高一点 对对 就这样 开始吧 推 推荐大家一款叫三个特工的意志小游戏 滑动手指给强盗 啊不 给特工开路 帮助他们抓到这些强盗 我已经过了18关 智商测试高达120分 超过了全国79%的牛了 快戳左下角一起来玩吧 太棒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